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觉满幸福的一种状态 我跟老公在说 我们现在在世界上能够感受到彼此的关心 能够分享我们的生活 应该是一种很幸福的状态了 好 我们坚持我们的目标 去找到幸福的每一天 所以大家看我结结巴巴在说话的时候 希望不能让你允起不适 也是要寻找一种幸福的方式 让自己的生活更幸福 其实所有的目的 人生所有的目的 我到现在的理解 不是说要挣多少钱 不是要生活怎么怎么样 荣华富贵 享尽天下享尽的所有的事情 我呢 现在就觉得简简单单的生活 然后没有太多压力 没有太多欲望 简单的幸福 就是我现在特别追求的 追寻的 所以我会体会到 有些伟大的人物 在平静的生活状态下 说出很平静的一些话 也很触动我 就比如说刚去世的金斯伯格 他的那句话 深深地触动了我 他说如果我的努力 能让这个世界变得 稍稍好一点 比我来的时候 那么就觉得自己 对这个世界还是有些贡献 所以每个人都是这样 我呢 就也是感受也特别深 只想那时候 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让我生女的时候 以后的生活会比我 以前刚出生的生活的时候 会变得更好一些 我觉得这种就够了 所以每一种美好的事情 大家心里面向往的好的事情 都希望大家的努力 我呢 一直在努力 我觉得我是在努力 让自己变得好一些 也让自己周围的人感觉到好一些 这就够了 所以在此呢 再次感谢大家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全家快乐 全家身体健康 当然我们一直要保持这种快乐的状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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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